彭德怀尽曾指挥不动部队,此人出面,帮他解决了难题。 彭德怀是排名第二的大元帅,军令如山,严处法随,威望极高,但解放战争中,他担任西北野战军、司令员,时却遇到过不少尴尬,甚至还出现指挥不动部队的情况。 1947年8月上旬,西北野战军一纵攻打榆林师弟,换句话说,就是被人家打败了,郑伟廖汉生心情很不好,呼听电话响了,一接是彭德怀的,没说两句,彭德怀就开始骂人,说,一纵就是兵耸耸一个,将耸耸一窝,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,等等。 廖汉生本来心情就不好,被彭德怀疑骂,当场就报了,在电话里大吵起来,先还解释战斗为什么不顺利,接着也干脆对骂起来。 他最后一摔电话,好呀,让你看贺龙的部队是什么样子,扔了电话,他就带上警卫脸,赶到榆林城附近,找了个合适的地形将部队展开,看了看表,说,今天我就要让野司看看,我们移动是什么部队,就这一个脸,最少也要挡住追击之底两个钟头。 司令员贺龙年听说此事后,也亲自带一个迎去增援,结果大退了追兵,与廖汉生全身而退。 西北野战军出现一种和彭德怀赌气的不正常现象,几个月之后,1948年4月,在西府战役中,彭德怀指挥野战军处立攻占宝级,迫使胡宗南放弃延安。 但与此同时,迪培昌汇部在福丰兴林镇突破四重防险,四重在纪尾请示上级右卫通知兄弟部队的情况下,自行撤退到七山东北的山地,致使培部长驱直入,直逼宝级,在胡宗南幽市兵力追赌中,几次给野战军主力造成闲事。 这次西府战役中,西北野战军共先敌2.1万人,但由于个别将领不听指挥,也造成部队损失不小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?原因就在于西北野战军主要是贺龙的老部队,前身为八路军120师,1947年党中央撤离延安前,贺龙将部队交给彭德怀指挥,自己管后勤去了。 现在,这些汉将们居然不听彭德怀指挥了。 在延安的贺龙获悉这个情况后,十分着急,认为有必要去协助彭德怀解决这些问题。 5月初,他与中共元老林伯渠从延安赶往西北野战军,他们先去了四众,在众队党委扩大会上,贺龙对个别旅的干部不团结问题,急不服从彭指挥,提出了严肃批评和帮助教育。 接着,他们赶赴西北野战军前委驻地,洛川县土基镇,出席总结西府战役的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。 在会上,彭德怀因为一众走错了路,耽误了时间,批评一众说,没有意识到危险,自己先走了。 廖汉生这一事件的起因其实是因彭德怀越级指挥造成的,一众正委廖汉生心里一直有气,此刻又将彭德怀的意思没听清楚,听成一众有意识地自己先走了,马上就炸了。 当着全体高级将领站起来,和彭德怀争辩起来,你说说什么叫有意识的,什么叫没意识的,你越过两级指挥直接给团下命令,还是口头命令,事前没打招呼,事后也不通知。 你倒说说,这是有意识的,还是无意识的,要是不信过我们纵队领导,干脆以后把我们合旅都取消掉吧,你直接去指挥团好了,老子不干了。 说着,他还摘下军帽就摔在桌上,贺炳延也站起来,对也不骂,错也不骂,就你彭德怀一个人最正确,老子也不干了。 彭德怀的指挥风格与贺龙不同,比较刚直和不近人情,这就是西北野战军将领们不听指挥的原因, 对此,将领们早有复匪,此刻廖汉生,贺炳延一开头,其他人也纷纷跟着附贺,七嘴八舌,这个不干了哪个要料挑子,一时把会议几乎变成批判彭德怀的毁了,贺龙健壮,十分恼火。 会议一休息,他把贺炳延,廖汉生等人一起叫过来,亲自给他们开小会,在会上,贺龙用烟袋子点着一个个将领的头,挨个严肃进行批评,他批评贺炳延说, 彭总打电话叫你们去那里酬粮,就应该坚决执行,不管你有什么理由,有多大困难,不坚决执行是不对的。 彭总说了,就是命令,廖汉生是他的外甥,贺龙就更不客气,把廖汉生叫到一边,把浑身有刺的廖汉生痛骂了一顿。 经过贺龙耐心地做工作,原来他手下这些将领终于不再顶撞彭德怀了,经过一段时间,他们渐渐适应了彭德怀的指挥风格,于是又紧紧凝聚在彭德怀的麾下, 成为了我军一流的主力部队。